另外来看到这也是值得鼓励的扇形 在桃园县有一个国三的叶同学 一口气呢 捐了自己存了好久好久 买鞋子的基金三千多块钱 就是为了让他们呢 班上家境比较清寒的同学 可以吃早餐 叶养夏认真跟队友练篮球 看起来体型稍微瘦小的叶家瞻 可是新屋国中篮球队的大将 今年已经国三的他 受到小学妹的影响 赛林决心把辛苦存了三年的买鞋基金 捐出去 就是为了要让其他同学有早餐可以吃 他妈说就是他跑到辅导室来捐钱 然后我觉得这个行为就是很感动 所以我才愿意把那些钱捐出去 然后去救助一些没有早餐吃的同学 叶家瞻每天固定从50元利用钱当中 拿出10块钱请教练帮忙保管 当作买鞋基金 但心疼同学没早餐吃 干脆把存的钱全拿出来 让同学们吃个饱 我觉得很了不起 他来找我要提领这个钱的时候 我原本直觉就认为应该要买球鞋的 殊不知他竟然告诉我说 他要把这个钱捐出去 脚踩一年前所买的银色球鞋 即使自己比赛就快到了 需要新鞋 但叶同学还是选择不买鞋 就是希望能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帮助真正需要的人 这边新闻黄主华 桃园采访报道 这边是有点赞讯的 我认为您的赞讯